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2月16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這一節要說的 是建制派 似乎出現 大內空 建制派 有很多人 出來 裝作反台 就好像一個 內空的格局 當中包括 就是西門寺敬 李梓敬 還有 就是裝作獨立的陳凱恩 竟然這兩個人 就是薄老命 狂小林鄭 除了陳凱恩 還有一個叫陳泳恩 兩個人來的 陳泳恩 就是那件豬扒 跟豬扒一起做節目的藍絲KOL 自從 成為這個魏立法會的議員之後 他就飛起了另一件豬扒 自己一件豬扒就做節目 還有 竟然連葛珮帆 都出來露斥這個羅志光 他們自從香港的反對派 全部 含包散之後 蓋旗之後 竟然有一大堆建制派 出來 裝作獨立的 裝作獨立的香港政府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 是不是真是所謂建制派 反抬呢 還是真是建制派 好像藍絲說的 沒有你那幫人 搞亂香港 現在建制派 就是為民請命 指責香港政府 這節我也覺得是一個挺有意思的討論 是不是 假如那是你 你怎麼反駁這種說法呢 藍絲指控你了 沒有了你們吵吵閉 建制派 就做好議員的角色 我們這一節細心分入他們的內鬥情況 以及嘗試反駁這種謀論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還有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戶口 星期二新聞集團 經網友提醒 以及建議 我們修正字眼 避免被針對了 請大家繼續欣賞廣告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無限LOOK LOOK 無限LOOK 看我們的節目 最先開炮的 對著林鄭開炮的就是 被譽為西門指徑 的李指徑 為甚麼叫西門指徑呢 其實 主要就是 跟西門有關 西門指徑 大家也記得我們早前才討論過一集 其實這個人 讀翻書回來的 那麼 英文也算不錯 跟鬼佬做節目 也算是對答如流 一個 讀翻書的人 為了自己 上位 這些人 真是 最容易出賣 全世界 一早也說了 昨天才說 不過昨天 港納桃園 大家都不太關注了 仗義每多屠九倍 負心總是讀書人 越讀得書多 可能越負心 雖然不是全部 但是 也很大部分 是這樣 我們這個節目就是揭露這些事 已經告訴大家 香港最偽善的那班人 往往就是 穿得 最新光頸漂亮 有一點點錢 有一點點社會地位 甚至乎 是專業人士 中產加專業人士 就跟你說 叫你不要反政府 香港沒有什麼不好啊 回香港了嘛 李梓敬 就是在做這種角色 甚至乎更加進一步 做香港聰明 好了 好了 但是 你猜李梓敬 是不是真的出來 為民發聲呢 這個 真的很好笑 雖然你不能夠用幾句說話 駁斥藍絲 說你看到李梓敬罵人啊 李梓敬罵人 為了自己上位而已 你有沒有看清楚 李梓敬罵林鄭月娥是什麼 為民請命 李梓敬 做節目 罵林鄭月娥 竟然叫祖國 做人家的地方啊 問他 是不是自國抗疫很成功 是不是自我感覺良好 林鄭月娥有一次 就是無端端就說 不要跟人家的地方做事 說人家的地方 中國內地 搞 所謂小區檢測 這件事 就拉著了一大群 高高舉起北京 以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 舉起國家的人 覺得很不滿 因為那個不是人家的地方 好笑 李梓敬的粉絲甚至乎 說林鄭月娥是暗王的 真厲害 原來林鄭月娥也是暗王的 不過我也有點懷疑 林鄭的攬炒能力 過去幾年加起來也沒有那麼大力 所以你說李梓敬出來為民請命 他現在在告訴 中共知道 北京知道 我才是效忠你的 林鄭月娥 說你們是人家的地方 干犯這個 國家的天條 將香港 跟中國大陸分開 將香港 特別行政區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手上 永久分割出去呀 我想問有甚麼為民請命 你的民在哪 他罵那些東西 在鬥爭林鄭月娥而已 有甚麼為民請命呢 另外一件 豬扒 陳詠欣 其實 他也不是豬扒 不過他的拍檔一定是 不過不要緊 都叫開你做豬扒 以後都叫你做豬扒 豬扒就說林鄭月娥 飛起鄧炳強 說他 跟湯家驊 想推遲特首選舉呀 我們看到 建制派 瘋狂互相攻擊 坦白說 豬扒 你 做立法會議員的 他們這班人 跟何君堯差不多 語不驚人 死不休 掛著做標題 你不是真的網上KOL來的 你是有身份的立法會議員來的 沒辦法了 今時今日 你也不要說監察兩個字 他不加害你 你已經 要 謝主隆恩已經要 你不要說有得監視他們了 一大班這樣的垃圾建制派 你說他為民請命 民在哪裏 請了甚麼命 他們 就是把權力鬥爭 演繹成為 就是為民請命 如果按照這個說法 中國大陸的制度不是很好 沒有了你那些反對派之後 江派的人經常監察著習近平政府 為民請命 這個 真的是本末倒置 簡直是 歪理連篇 原來罵政府兩句 出於 不同的出發點 不是出於監察 是出於權力鬥爭 希望他們 內鬥 然後自己有機會上位 這樣演繹成為為民請命 這裡看到 陳詠欣的WhatsApp 他說想做義工可以加去WhatsApp 大家有興趣呢 就去 有效地聯絡他 小心犯國安法 問問陳詠欣 你又知道林鄭飛起鄧炳強 是嗎 那麼你 學人 在這裡做KOL 明明是立法會儀 然後就是陳凱欣 陳凱欣 繼續 質詢這個特首 這麼多的質詢裏面 比較像樣小小的 就是這個質詢了 這個就是叫林鄭月娥負全責 說她 是指揮的角色 說她現在搞到 廣泛社會感染了 林鄭 特首是總指揮來的嘛 你指揮 為甚麼不用負這個責任啊 這句 稍微有一點 像 反對派的作風 稍微而已 但是也是抄回來的 到最後 陳凱欣 是不是真的會在那些 動林鄭月娥 或是動政府的動議上 投贊成票呢 所以我們經常說這個世界 選民太好騙了 市民太好騙了 出來說兩句 你就以為他真的做了 到最後 他真的投了甚麼票 你完全不知道 你有沒有見過建制派 真的去做反對政府的事 幾十年來都沒有試過 唯一那一次 應該就是自由黨了 自由黨結果被打入冷宮 我們可以看到 好 表面上建制派 瘋狂向政府進擊 實際上 你不難看到他們進擊的路線 都是為了自己維持著 毅立法會議員的身份 還有 親北京的路線 他們在做的事 是一個鬥男的路線 半點 和平民 民間的情況 一些關係都沒有 所以你說多好笑 大聲一點說兩句林鄭的 壞話 明明有利益衝突在背後 這就叫做為民請命了 你看那些藍絲 多容易被欺騙 對付這班人的方法 我們贊成就是跟他們鬥了 這個說了很多次 政府那麼好 你還出來批評林鄭月娥 下次換個差一點的給你 我們贊成這個說法的 你那麼支持政府 批評什麼政府 支持政府就不要改變立場 支持政府就由頭支持到尾 不要中間 臨時改變 情況有不同 失去了反對派 你就不支持政府了 原來是這樣的 你的支持不夠堅實 改變立場 原則經常改變 還有 香港政府那麼好 你反什麼呢 繼續支持他 我們很贊成 林鄭做得那麼好 讓他繼續連任吧 保證攬炒 大家可能真的不知道 可能參與政治時間太少 香港地 金融城市 每個人都在賺錢 以前 有一個 Terms 叫做小馬大幫忙 可能真的 大家到了2019年才去看政治 就不知道什麼叫小馬大幫忙 因為沒有小馬的了 2019年 只有開馬 只有大馬 沒有小馬的了 小馬也能幫到 當然能幫到 假裝監察政府 說一點 監察政府的事 實際上呢 幫助政府 互航 即是說 我也站在反對派一邊 你不對了 不過這樣 特首 你可以做好一點 這個就是小馬大幫忙 這個呢 是建制派 藍絲最喜歡用的方式 實際上 就是幫助他互航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到了